是不是一画头像的时候就不知道鼻子眼睛到底在哪块了 心里边想到我好像听说过什么三庭五眼 也许你也知道什么是三庭五眼 但是今天咱讲的也是人物的一个比例关系 里边肯定有你不知道的点 把这些详细的比例更知道 你画人物的话会变得更简单 人物头部比例今天的话是正面的一个讲解 那画画的话没你想的那么难 这个比例方面的问题的话 真的对于这个初学来说它非常重要 但是对于绘画的来说 这东西赶紧把它忘掉 但是的话刚开始学画 你必须得知道这些比例 咱先来个人头吧 人头的话无非就是现在一个大鸡蛋 大鸡蛋 其实这一块的话就应该开始讲了 应该讲到的是什么样子呢 也就是咱画的时候的话 它的人物一个比例关系 从正面看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呢 长方形的一个比例关系的话 这边是二这边是三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也就是这儿的话 是一个三比二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这得知道 画的时候的话脑袋的话 无非就是一个大的圆球体 上边的话比较大点 底下的话比较简易点 再正确一点的话 大家经常看到大家去讲的时候 会你看这儿的话会是一个圆形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真的没那么难 比如咱的话这块的话 给它找一个中线 这儿的话也给它找一个中线 是什么的中线呢 整个长方体的一个中线 所以这道中线的话起到的作用 是你让你画的两边跟对称 然后这道中线提到的作用的话是什么呢 来咱说一下 这道中线是眼睛的位置 二分之一处 这块是眼睛 所以画的时候这是一定的重点 来再戴个眼镜吧 这样的话看的会更明显 还有大家经常听到的会是什么样子 三挺无眼 咱先给它说一下 什么是三挺 这块的话其实特别简单 你看发际线的话 大概在这些位置 三挺 咱先给它分成三等份 一 二 三 差不多 第一挺这块的话 它是一个发际线 发际线就是长头发的地方 这一块的话是一个眉毛 这一块的话是一个鼻笛 这一块的话是一个下巴 这简单吧 然后再有什么呢 五眼 接着画的时候的话 也就是把这儿的话 一平分成五等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对的 五眼 也就是五个眼睛 把这块理解起来 我觉得大家的话都简单 然后中间的话这块 这不是中线啊 眼睛的话在这道中线上 眼睛的话在这块 然后俩眼中间有一个眼 这两边各有一个眼 这就是五眼嘛 这的话多简单 比例关系的话 要是就这点东西的话 那就没意思了 来 干货之神 马上开讲 那其实把每个五官的话 大概也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但这的话没去细讲 来 咱现在的话就细讲一下 第一 它应该在整个头部 上下二分之一处 那左右呢 很简单 左右五眼 中间 自己去找就行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 你看 眼睛这块的话 你一定得找见 它眼角的位置大概在哪 把眼睛的话一定得出来 这块咱就不细讲了 眼角位置找出来之后 眼睛它大概的形状 你得知道 然后画到这一块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找见眼角 找见眼睛 整面眼睛的一个画的方法 包括眼珠子到底在哪 这的话太简单了 然后这不是中间放一个眼睛 两边的话还能各放一个眼睛 你想要画的时候 可以给它再来个双眼皮 那这不就更美了 给人感觉有点像机器人 今天的话咱们主要不画眼 就这块给大家表现的简单一点 你会看得更明白 来再看一下 然后鼻子 鼻子这一块的话 咱我看怎么去表现吧 这样吧 你看一看就是鼻子 鼻子这一块的话 然后无非是在中庭处 什么意思呢 你看咱刚才的话 分了一个三庭 给它延伸 你看上边这一块的话 咱可以叫它上庭这个位置 然后这一块的话 它也是 这是中庭 这一块的话是下庭 然后画的时候的话 你看鼻子的话 无非它就是在中庭这个位置 然后去画就行 把鼻底定下来 眼睛定下来 那鼻子不就好画很多吗 那至于这儿的话 要简单很多 然后再看一下嘴 它是在哪呢 这个的话终点来了 一定得认真去听 你看它是在下庭二分之一处 是哪呢 是整个嘴的哪块呢 下嘴唇下边 下嘴唇底部 一定得知道 那嘴的中间这道线呢 老师我不是要找下边的 我要找中间这道线 来也有 在下庭的三分之一处 你看大概一二 这不是三分之一的地方 嘴画的时候的话 你看嘴的中线 大概在这一块 上下都知道了吧 上嘴唇的话 有的人薄点 有的人厚点 这块的话 咱可以随意去画 但这画到嘴的时候 你还会再考虑一点是什么呢 我嘴角应该在哪呢 其实也特别简单 基本上的话 它是鼻子的一个宽度 鼻子的宽度的话 跟眼角这一块 其实宽度的话 它是差不多的 这块延伸下来的话 其实也是嘴角的一个宽度 但这这儿的话 大家不要学得太过于死板 不要学得太过于死板 就是每个人的话 像这儿的话略有不同 那你看这不是嘴就出来了 它的位置是不是也就有了 一个三分之一 一个二分之一 一个在一半的位置 一个在三分之一的位置 你看这嘴出来 多好看 所以这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再去画的时候的话 还有什么呢 还有耳朵 这块的话其实也特别简单 就是在中庭的眉毛到鼻底的位置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 你看中庭处眉毛和鼻底 这块的话就是画的时候 你看眉毛位置在这儿 咱刚才的话已经定了 所以耳朵的话就是在 鼻底在这个位置 整个底部的话在这儿 上边第一步 所以这太简单了 耳朵就在这儿 来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眉毛 眉毛这块的话 其实咱刚才的话已经定下来 好多人说 那我刚开始定这块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定 其实特别简单 眉毛的话应该是眼睛这一块 到发际线这一块 给它分成五等份 它是在五分之一处 所以这块的话也就是在上庭五分之一位置 所以这儿的话简单了吧 你看每个点的话 这就都有了 什么是三庭五眼 然后五关 所有的地方 到底应该在脸部的那个位置 这就能出来 来咱看一下这个人物的话 现在怎么看怎么都有点别扭 咱把这个人物的话 给它稍微能看点 因为只要这样的话 大家的话才能更好的 把这一块的话给它能记住 眉毛的话 它肯定的话 你看眉心 因为画到整个这一块的时候 它眉毛可不是说给它去卡边缘线 然后画到整个脸部这一块的话 现在先不要考虑太多 就是把该圆的地方的话 给它圆起来 下颌角在哪儿 给它转折关系的话都有 然后画到耳朵的时候 咱把耳朵关系的话 得给它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正面耳朵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 那一定得多去注意 然后再给它来一个发型 咱来个啥发型呀 因为头发的话 它有一定的厚度关系在 说来咱给它来个美人枪 这不是就人物的话出来了 有你想的那么难吗 没那么难 所以画的时候 你看脖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画画的话就是这样子 一定得把大的关系的话 咱先给它出来 然后再说小的 画面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三庭五眼五官的每个位置 这就都有了 所以下来的话 大家一定得多去练习 听完之后是不是画画觉得简单了很多呢 随于绘画这方面的话 一定得注意这个绘画的顺序 理解的一个过程 你把前边绘了 后边你会发现很简单 而不要过来之后 就看的是太多小的一个细节 我是一年初300多堂新课 现在已经持续更新了1000多堂先生 课程的教画画的洋教 在评论区评论 我想学画画 关于绘画的任何问题 都可以随时问我